备受瞩目的香港已故的华贸集团主席龚如新的千亿遗产案 今天在香港的高等法院进行了预审 声称是遗产继承人的商人陈振聪首次现身法庭来旁听 由龚如新的包地掌管的华贸慈善基金一方在庭上称 因欠缺资金来聘请专家证人要求押后审讯 法院最终决定维持原定时间 也就是在十天之后再次进行预审 在预审联讯中与宋双方展开激烈的辩论 代表华贸慈善基金的律师表示 由于有财政困难未能聘请专家证人作证 但强调问题可以在短期内解决 因此请求法官押后下一次预审 不过代表陈振聪的律师反驳 事前没有接到华贸慈善基金关于有财政问题的知会 显然对方是在有意拖延 要求法官如期进行预审和正式审讯 主审法官最终决定 下一次预审维持在原定的十天后进行 至于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的律师则表示 律政司有责任确保慈善基金能够正常运作 因此会密切留意事件进展 有必要时会积极介入诉讼 陈振聪离开时被大批记者包围 记者问他有没有信心胜出官司 他说司法程序讲事实 陈振聪的代表律师麦志里表示 对案件有信心 他希望诉讼可以尽快展开 又强调愿意随时商讨庭外和解 有小田田基金的香港富豪龚如新 在明天年4月去世 留下了千亿元的遗产 正常诉讼将会在4月27号政治开审 不继续要8个礼拜 未经许会